歡迎光臨 很像惡葉叢林的感覺 那個是 那個頭三角形好明顯 很小一隻 帶你漫遊在綠色隧道 攝影師 請把機器鎖紙 不要晃動 什麼叫做撼動天地的墮霧 請看 你吹過蜂巢牌嗎 它沒有像麥芽糖那麼濃稠 那麼黏膩 我接下來說話會很甜 會都沒了 台中火車站 不僅僅是一個頗富盛名的 古蹟級的建築物 它也更是我們台中地區的一個 交通樞紐 在這周邊呢 造就了非常繁華的一些商圈 來到台中火車站 放慢您的腳步 好好的感受一下 這裡的輕鬆 這裡的自在 這裡的鼓勵 這裡的繁華 當然 今天我們也不例外 我們 大手牽小手 踏進去的南投之旅 也是要從台中火車站 作為我們的起點 來 跟著我的腳步 哇 Oh My God 到了耶 各位 短暫一個多小時的行程 我們經歷了好多的小車站之後呢 來到了 集集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很有味道 整個鐵道其實有 將近一百年的歷史 然後這一個一百年歷史 左右的鐵道呢 當年就是為了山上要做一個發電廠 運送物資器材發電機 後來這個私人發電的企業呢 把這鐵道賣給了政府 在五一發現還可以用 怎麼辦呢 就拿來做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結果在這邊蓋一個集集車站 很有味道的車站 聽說整個站體都是用塊木建造的 一下車就感受到這裡的熱情 解說員楊大哥 老早就在月台上等著我了 接下來我要跟著他來好好的認識這個 純湖的小鎮 這個集集火車站紀念的 差不多85年了 對 那這保持得相當的好啊 對 因為它是塊木的 塊木的木材非常好 不容易補修 對 是有一個 是是是是是是 他有整修過嗎 他在 他在九二一的時候有 降東起學 但是 對 新聞有報 整個站體好像有受損 對 那我們是在原有的站體下去做修整 對 它是原來的材料 原來的風貌 在原來的地方再把它復建 偶成的 喔 那個很雕鋼耶 有點難想像喔 各位觀眾 你看這小小的 一眼望去就看完了 嗯 但是它很費工 對 因為當年這應該是 算一算日劇時代 對 那時候的工法 跟這時候不一樣 而且原物料也難取得 對 對 它的工法的話 它以前是沒有一根釘的 沒有釘子喔 都是木的卡榫 對 它現在已經是很好的歷史建物 延續既有工法 才得以將這棟日劇時期的建築保留下來 成了今日小鎮上的一大亮點 車站外頭 有許多攤販小店 是個親子同庸的喝手宅 來到了集集 除了火車站 還有一個地方一定也不能錯過 來到了集集 離開了火車站之後 我不願意錯過了這個行程 小小一台腳踏車 帶你漫遊在集集火車站旁邊 有一段綠色隧道 各位有沒有看到 沿途將近五公里的長度 全部都是參天的樹木 讓你感受到 大自郎的芬多金啊 來回將近十公里 不用三十分鐘的路程 能夠讓你體會到 在都市叢林裡面 享受不到的 騎腳踏車的快感 吃花 看到了沒有 多麼舒適的一條綠色隧道 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是吧 旁邊這就是我們的 極極線的鐵道喔 然後各位 最令人感動的是什麼 在我身旁這棵樹 這大概要三個人環抱 三個人環抱喔 這棵樹 張樹 它已經有將近八十年的歷史 聽說是從日據時代呢 日本政府為了要鼓勵這邊的居民種樹 沿著這一條道路 它每戶要種四棵 所以你想想看 目前估計統計這邊 大概是有一千出頭棵的這個張樹 全部都是老木頭了 在這種環境下騎車 特別的讓人感受到舒服 大家一起親若公 是的 各位你知道嗎 整個地球上很多植物的生命繁衍 靠的都是蜜蜂來幫他們的花粉來授粉 也就是說蜜蜂在整個地球生物的繁衍上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甚至有人講說 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沒有蜜蜂了 我們很多的生命 可能會面臨空前的浩劫 蜜蜂很重要 今天我們來到中台灣 相傳有一位蜜蜂們 都稱他為頑固的賴爺爺 一起去找他一下 賴大哥 對蜜蜂來講 什麼樣的這種環境 才是最好的生長的環境 第一個就是花開流蜜 很多花的季節 那是它有糧食嗎 第二個我們要順選這個地方 它有沒有高度的汙染 你花很多有汙染也沒用 對 水要汙染是什麼 空氣 農藥 化學藥品 還有肥料 肥料也會汙染 肥料也是化學藥品 它是化學肥料 它只會把這個土地 高度的幾次的萃取出來 那土地就酸硬化了 把能量萃取出來 那個不是我們要的 那所以說我們第一個 要健康蜜蜂 對 健康蜜蜂的前階段 就是要慎险放風的地點 第一次看到蜜蜂的家 蜜蜂的家會讓你很讚歎 為什麼他們可以 我們不可以 怎麼說 它會產生很多的蜂 其實我在做面窗 這塵膏 那個統統是辣 唉唷 這一排一排他們的公寓 對 這是一排一排的 長在這裡是蜂蜂台 長在這裡是雄蜂 這個是工蜂的家 工蜂是小小的 蜂蜂台只有一個 會有很多 如果它夠旺盛的話 會有很多 不是說一個蜂窩只能一個 一個蜂窩只能一直蜂蜂 一直蜂蜂 對 在哪裡蜂 這一隻是蜂蜂 比一般的大 大很多 就女王蜂就對了 對 這隻有一點老了 有一點老了 對 你這樣能看到蜂蜂的年紀 有啦 可以 你看它走到哪裡 誰都要讓它 真的咧 快速回復 它這個叫千萬千群萬馬之中 它猶如入無人之境 對 你看它屁股要生蛋了 掉下來了 因為我們看它 它緊張了 不然的話它會有屁股孫到蜂草裡面去 它會照一個洞一個洞這樣 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洞這樣 熊蜂它會把它一輩子 它的精狼 全部送進蜂蜂的肚子裡面 一個除精狼 所以這樣呢 它 它以後 結婚以後它不再結婚 對 它可以生一輩子 生到一百萬塊 好 平均一天可以生下一千五百塊 那很辛苦 它們要生懶的生理的是 它們決定 不是 你看它 它把這個屁股孫到那個 這個蜂草裡面 它蜂草是小的 那個排卵經過蜂蜂就受精了 這個 它排到大了裡面 排到大了 這個蜂草 是 自己從來把它扇下去 直接伸進去 它的肝板沒有擠壓 它的落岸 沒有經過除精狼 所以就變成熊的 這個變成 它有兩個染色體 它自己可以控制 對 生男的生女的 隨它們控制 隨著生態的需求 這是我們要考量的地方 原來在蜜蜂界 要生男還是生女 全由女王奉它說了算 當它到較小的蜂巢產卵時 體內除精囊 會因為壓迫 釋放出精子 形成瘦精卵 這生出來的 就是雌蜂 那如果是到較大的蜂巢產卵 就不會有精卵結合 這時候產下的 就會是雄蜂了 原來蜂界的傳宗接代 是這麼一回事 看著賴大哥 為了園區的蜜蜂生態 謹慎觀察每個環節 實在是很用心 其實我很小時候 就很喜歡蜜蜂 我養了52年了 我喜歡蜜蜂昆蟲 那些生物 最主要可能是一生寄來的 後來從事養蜂以後 我就發現 這個大自然竟然是這麼奧妙 我好像是找到生命的煙頭 堅持用有機自然農法 養殖出健康的蜜蜂 50年來 細心呵護著它們 點亮製出了 讓台灣消費者安心的蜂蜜 接下來啊 我就要來嘗嘗這個 純正的蜂味美食 我愛我老公 但是他只愛美食 除了要顧好他的胃 還要顧他的膽固醇 老公 來吃燕麥片喔 超小 好家在 貴格用專利技術 把燕麥做成了美味又有效的 貴格燕麥麵 一束麵等於一碗大燕麥片 國家認證可以這樣膽固醇 再玩 顧好他的胃 也顧好他的膽固醇 只有貴格燕麥麵 我不吃這麼好 蝦都愛吃Pinky 你要吃Pinky Pinky好吃 Holy Song Holy Song 草本提煉 特殊腳改 Holy Song 爽厚厚厚厚厚厚 Pinky Holy Song 買特惠組合包 總蓋厲害 手機架 時尚好保鮮 金安德森時尚格溫碗 旨在萊爾夫 霹靂江湖 歡慶一周年 吐豪金眷收天 高端銀 緣武香 道真雙秀 全新英雄 隆重登場 時尚好保鮮 金安德森時尚格溫碗 旨在萊爾夫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三立都會台 聽說 才心有夠的 單古一條來 中華新達 改新郵 改新郵 才心就帶來啦 為三棟擲中華新達 找匯豐 摩羅才心帶來 2016年4 安全升級 溫碳啦 嗨 哇 新眼鏡喔 很貴吧 打工賺來的 唉唷 新包包喔 我可是荷包大師型 哇 最新的旗艦機耶 你怎麼買得下去啊 不用買 蛤?蛤?蛤? 蛤?真的還假的? 遠傳4G好機靈方案 首創手機租借 租比賣更划算 超低租金297 每天不到10元 對抗不景氣 誰說好東西 一定要花錢買 租比賣更划算 租比賣更划算 租好機靈 是遠傳好機靈 霹靂江湖歡慶一周年 兔豪金眷收天 高端銀 圓舞香 道真雙秀 全新英雄 隆重登場 全新ES 成就心境 Lexus 全車系高額零利率 限時實施中 如果說有貴婦下午茶 我現在想用的就是 貴人下午茶之蜂蜜大餐 來 各位 蜂蜜水 檸檬 你愛加多少加多少 這都是我們的賴爺爺所賜 然後呢 這邊有最正統的蜂巢蛋糕 有沒有 長這個樣子 經過切片之後出來 有沒有像蜂巢一樣 非常細緻的這個 怎麼這麼有彈性 先來一口 自然的香甜 但重點是它非常的Q彈 嚐嚐它的蜂蜜水 你知道現在外面幾度嗎 37度 但是這一杯下去才一口 整個人舒服透心涼 今天來到這邊喝到是原產地的 很慢的 但是我現在要很快的來處理這一塊 各位觀眾 重點來了 請看 我們有吃過牛排 豬排羊排 你吃過風潮排嗎 這一塊比牛排那麼貴 很快的 市價2000塊以上 來 今天賴大哥招待 爺爺招待孫子幹嘛客氣 是不是 我接下來說話會很甜 觀眾朋友 它這個濃度 比麥芽糖 還要淡 它沒有像麥芽糖那麼濃稠 那麼黏膩 這是完蒸的 有沒有看到 這麼大一片吃下去 快100塊 我們爺爺用一輩子的生命 跟你發感覺 有沒有 好吃的 蜂巢蛋糕 蜂蜜檸檬水 還可以現吃這種蜂巢排 那蜂辣攪在嘴巴裡面 像是一種火香糖 蜂蜜其實營養成分很高 不僅可以促進消化 還可以增加抵抗力 喝完了這一杯 讓我精力十足 品嘗完了 我們架槓純蜂蜜 帶給我無比的能量 我就像吃了菠菜的蜂蜜一樣 好… 接下來我為你們店裡 是一種蓋式絕學 攝影師 請把機器鎖起來 不要放動 什麼叫做 撼動天地的舵步 請看 這樣有厲害嗎 各位鄉親 有一點厲害 是這片土地的真的怪怪 它號稱叫做 又叫做漫波田 明明長著草 為什麼荒得厲害呢 我們還是問一下專家好了 這會暈船不能走這個路 你知道嗎 教授喔 你好… 要不是真正地踩在這塊土地上 沒辦法想像 為什麼一整片的土地 會這樣晃動 這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原來更大 原來整個一百多公頃 都這麼… 這麼樣弧動 這是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這是一個泥炭土湖盆 湖盆 這是舊的日潭 日月潭的日潭 日月潭的日潭 原來在這裡 你看它圓的啊 你看這個 它是圓的 四面環山嘛 對 它是一個圓形的 可是沒有水啊 這日本人把它放掉 你看我踩久了 還是有水啊 有沒有看到 有深一點水出來 有… 這個就是 泥炭它吸飽的水浮在上面 那你踩久了 你看 所以水會慢慢… 你一踩它慢慢 往下壓 水就會跑出來 對 對 所以這是一個泥炭土的湖盆 那泥炭土的行程喔 是我們台灣那個… 從海底浮上來 台灣原來在海裡面嘛 那那個菲律賓海板塊呢 擠下去台灣浮起來 浮起來以後呢 這個造山運動呢 這個地方形成一個 虛蛙的陷落湖 那麼這個陷落湖呢 聚集了很多的有機物在這邊 這個… 大部分是植物 對 植物 那麼有機物一聚集呢 它就產生了一個腐質酸 是 所以這個… 這裡面的植物呢 就在… 累積的過程中 它只有… 低度的分解 低度的分解以後 反正這腐質酸就阻止 植物的進一步的分解 是 所以它就輕微的碳化 它就一直累積 是累積… 是累積… 就形成了幾十公尺深的泥炭 歷史非常的久遠喔 是 所以不會像我們一般去… 這種濕地裡面的什麼… 一踩整個角色這樣子 不會… 不會…你看我踩這麼久它… 它只是水慢慢上來… 上來… 不會下去 不會待會你越… 我們錄影越… 你就下去 然後只剩頭在這邊… 不會… 教授… 最多褲子撕掉而已 上面的三十公分 是農民把外面的土 帶進來填的 底下是從遠古時代 累積到現在 教授說 這塊土地 底部起碼也有萬年歷史了 由於泥炭土富含有機質 因此被廣泛用作有機質的培養材料 在投射盆地這裡 不僅是泥炭土含量蜂窩 更有著一大塊的跳動土地 十分適合一家大小來踏青體驗喔 走在這裡感受它的晃動 真的很奇妙 離開了奇妙的曼波田後 我要繼續往下一個點前進囉 這裡就是位於南投縣魚池鄉 陽明國際的日月潭 它是台灣最大的淡水湖泊 也是一個最美麗的高山湖泊 而圍繞著日月潭 更有著一條令全球驚艷的自行車道 來這裡放慢腳步 騎著單車 細細欣賞著身旁的山光水色 絕美景致怎能讓人不心動呢 哇 酷耶 各位觀眾 是不是 面對日月潭的美景 如果你想環潭的話呢 傳統我們是一個是開車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坐遊艇 對 這幾年最時薪最硬的是什麼 騎腳踏車 這邊自行車道很有名 他們剛坐的 大概能怎麼走 對 當然我們一般如果來日月潭 以騎乘自行車方式來環潭一周 大概30公里 30公里 對 大概時間上需要兩個小時 還OK 對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到環潭的 其實蠻建議遊客 可以從水色道向山這一段自行車道 就在我們這一道 對 這一道大概 全場大概在3.1公里 大概半個小時內就可以完成 它是有經過美國先所評定為 全球十大美的自行車道之一 全球十大美 對 就在我們南投這裡日月潭的這個環湖這一段 對 叫什麼 向山自行車道 各位記得喔 向山自行車道 你只要騎過了 全球十大你已經吃掉十分之一了 不用買機票 就在我們台灣 對 好酷喔 所以 我剛剛看到我們這寫寫永節橋 對 我們這一段橋叫永節橋 那下一段橋是叫做同心橋 就是永節同心 唉唷 這是不是一定有象徵什麼意義 象徵當然就是幸福美滿 所以也蠻建議就是 來這裡拍攝婚紗的新人 可以來這裡取景 一定會的嘛 先在永節拍再到同心拍對不對 對 還是永節橋一定是真的 不然就變家永節 唉呀 開個玩笑嘛 不過說這名字取得還真好耶 永節又同心 除了這裡 自行車道中還有另一個婚紗聖地喔 噠噠 水社壩 這裡過去是為了發電廠需求所建造的 現在呢 搖身一變 成了新人拍婚紗的最佳去處了 一片翠綠的草地 壁湖藍天 給人一望無際的遼闊視野 實在是 美呀 走進義大利 我親眼看到得意的一天的好品質 在橄欖綠的恰到好處時 農夫手工栽下 立刻壓榨 每一道步驟都堅持品質第一 每2500克的橄欖 才能做出一瓶 得意的一天橄欖油 百分之百義大利進口 我心中第一名的好油 得意的一天橄欖油 蝦都愛吃Pinky 你要吃Pinky Pinky好吃 火力爽火力爽 草本提煉特殊腳改 火力爽 爽好爽好爽好爽 Pinky 火力爽 買特惠組合包 送蓋里海手機架 哇 Ollander RV好理超級水 第一水 動感套件大升級 第二水 人氣露營服送給你 最好多 水啊 第三水 還有高額林莉莉 早買早享受 耶 爸爸萬歲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三立都會台 新北市最大富有展 各大品牌旗艦登場 服飲用品全面一折起 十一月二七到三十 五股工商展覽館 不要採購首選上連 霹靂江湖歡慶一周年 吐豪金眷收天 高端引 緣武香 道真雙秀 全新英雄 隆重登場 這裡好你 媽媽的幸福畢業前 別強過你改天 嘿 加油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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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中华三菱 以安全 节能 驾驭 与两百万车厨一起 为幸福出发 来看啊 摄影师 吓死人 听说在桃米社区这里晚上 有一种很特别的行程 很奇妙 天爷出来找市角色 很刺激啊 香烟火辣的画面 听说在野外随处可见 很多家庭洗脑服用来观赏 这是什么画面 走一走一走 随我来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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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丛丛 丛丛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四角兽的 听说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四角兽 你怎么知道我也在找耶 真的哦 有 哎呦 看起来你装备不错耶 对 这个是要保护我们的 是啊 对 我们等一下去找看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让你听一听 然后再去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是啊 好不好 四角兽 走 走 来 这边我们慢慢往前 这边像这个桃米 还有雪域的地方 这很像 这高上都慢慢会有我们想要的 这很像二叶丛林的感觉哦 哇 嗯 这里是有小河流吗 是有 有溪 有些油 这溪得非常的干净 哎呦 好清澈哦 这河流叫做中路坑溪哦 中路坑溪啊 这比较原始 为什么可以看到这样的环境 其实我们是要营造这些野生物 它所栖息的环境 然后让这些野生物呢 能够事所生存在这里 不单单只有我们今天的目标 还有在水里面的像是西虾 哦 鞋蟹哦 对 对 有西蟹 还有水蜘蛛 还有一些小鱼 还有小蝌蚪 还有一些水生植物 像这个凤梨 有看到小鱼 西虾哦 两个眼睛在动着你 好几只 那里 这里 哦 那个是西虾 对 它抖得很好 但是那两个眼睛亮线了 好可爱哦 这里有咧 嗨 我的同伴 哪里 来 来 来 你看 什么东西 可以 看一下 你们要找的视角兽 视角兽就是这个哦 是 你去看看 就长这个样子 它很可爱的 还有我们从中摸一下 这是粗粗的 对 所以我们试看看 等一下是滑滑的还是粗粗的 它 它的名字叫做拉都西式赤娃 好长哦 拉都西式赤娃 好 这么一只请 哪里有一只 我这是大头 可能我这一只再给你 好 这一只跟刚才那只不一样 这一只叫大头 这两只不一样吧 其实一样 只是有没有 一只比较大 一只比较小 是 这叫古式赤娃 古时候的古 那里 哪边啊 那里 你们看到 对 不要干扰到它 是哦 它有这样子的环境 所以它慢慢地找它适合居住的地方 然后进行交配 交配完了以后呢 再到旁边用水域的地方 开始去繁衍它们的下一代 李大姐 这是什么东西 你发现啊 这是水蜘蛛 水蜘蛛啊 好厉害哦 这是水域的地方 这个有毒吗 这个其实它的毒液 对人类没有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 它是为了要觅食 觅食哦 好漂亮哦 它肚子好大好肥哦 这一只 好 所以目前看到的啊 公的母的其实就是一般我们的母的会比较明显 突出大只好刃 好像大部分这种昆虫都是母的稍微偏大只 李大姐 那个该不会是蛇对不对 那个是吧 很小一只耶 对 但是它的光是 这个是青竹丝吗 除了青竹丝之外 它是有毒的赤蜜青竹丝 那个头三角形好明显哦 可是它 它算小蛇吧 这个 这也算成蛇了 大蛇 这算大蛇 算大蛇哦 可是它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白树 白树真的 对啊 白树真的妹妹耶 请问它们这都是 特例独行还是会一群 它们都是独立的 它们为了要找群它们的猎物 所以是在这些西床里面啊 浅滩啊 青蛙 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看它很漂亮哦 它就是这样子 驱在那里 然后呢 物种上场的时候呢 它就用比较快速的方式 你看它有温馴 对不对 等到猎物上场的时候呢 它就不温馴了 夜晚的桃米生态村 暗藏着好多丰富的生物哦 草丛间 溪水里 树梢上 处处都是惊喜 有机会 大家可以吸家带卷 来这里体验珍贵的夜间生态哦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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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